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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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老師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陳敏華 我是參加今年110年度 台電獨招的配電線論維護南區考試 主要考試的科目是 國文、英文、物理還有基本電學 音樂 因为我本身念大学的科系并不是就是物理或电学相关的 所以基本上我都是只用高中的印象去复习跟准备考试这样 那基本电学的话其实等于是从零开始 因为我以前都没有学过类似的东西 那准备考试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 那其实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容易分心 所以说只是我上课或者是考试 起到一半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觉得突然觉得很累或是想睡觉 那我的解决方法的话就是我就会直接中断 中断我的上课跟我的就是写考题后我就会直接中断 然后去就是去附近走一走 然后就是或者是玩手机 然后就是大概设定给自己一个休息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 然后就是彻底休息完之后 我再继续去做我的就是不管是写考题或者是看影片或者是复习这样子 那考试当中的话呢让我觉得最棘手科目就一定是基本电学啦 因为毕竟我以前高中的话就是顶多只有物理部分是有印象的 那物理那边也只提到一些基本的一些电学的相关 那后面像是从之后看一些什么节点电压法什么的 那些其他那些东西 甚至是后面的交流点还有词学 那个基本上我的概念是零啦 所以其实我都是等于是从头开始 那我的一个准备方法的话其实就除了上课 就是看老师上课内容 那其实单听老师上课内容 其实我个人有时候会听不太懂 因为其实我不是念工科相关的背景出证的人 所以我都会念到一个就是我看影片看到一个部分之后 我会把我不熟的或者是我听不太懂的东西 我会先记录下来 然后要么就是写信给老师问 要么就是我自己上网去看一些别人的教学影片 或者是我去找一些别人有这些可能或者是高职啦 因为其实高职他在对于基本念学这边有比较好 就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跟课程 所以说我就会上网去找一些老师他们讲解的一些内容 跟他是针对我不懂的这个点 他如果有拍成教学影片或者是一些解释后就去看 那我全部看完之后 我再回去看那个老师上课内容 然后去慢慢把我不会的东西就全部都贯通之后 再重新看过一遍我才会比较了解 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好是遇到我的小孩有出生 所以我就是请运营家 那我的准备时间的话是从110年的2月开始准备 然后那时候也是刚好到三明 就是也是问完课程的时候就直接买了寒寿课程 然后就是用大概三基本上抓三个月的时间啦 就是准备每天都是从八点起床 然后吃个早餐然后就开始看影片 然后看到中午12点那再去吃个饭 然后再去看然后再吃饭然后再去看 所以基本上我一天就是看会抓三堂课的时间 就会看三堂课就可能国文物理电学 或者是英文物理电学这样去配 就是每天自己想一下看要怎么这样才能把那个所有的课程看完 然后我是最后是利用考试前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去写例借考题 反正就是最后考试前的话 我基本上都是在写考题啦 因为毕竟就是写考题其实是最快去复习你的观念 跟你的然后去背公式的方法 就是写考题是最快的 是因为三明他是寒寿课程 对我来说比较方便 因为我不太喜欢去补习班看 就是用网路看那个 就是用网路看他们的一些云端课程 我不太喜欢这个 那我也不太喜欢到补习班 去跟别人家就挤在一起看 因为其实我是不太喜欢跟别人一起看 但是因为如果全部人挤在一间教室 那其实久了之后会觉得很累 那旁边的人可能会在 有些人会睡觉或者玩手机 可能就会干扰到自己 所以说我是比较喜欢 把课程买回家 然后尤其是用DVD 因为DVD可以一直倒转 然后在前进倒转前进 或者是不懂就可以直接拉回去看 然后还可以随时暂停 我反而会推荐国文跟英文的老师 因为我英文本身程度就不错 那但是我的文法比较弱 那三名的老师 因为那个英文老师他针对文法 还有一些什么时态那些的病 他讲的其实蛮仔细的 所以说就是也补足了我之前 可能没有学好的一部分 那国文的话 因为我从小到大国文都很烂 那但是就是三名的那个国文老师 他其实讲的内容 跟他上课的方式 其实一点都不会无聊 那也真的是跟着他的进度 其实基本上 我真的是觉得有把国文念完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次我觉得反而 比较不怕的是国文 真的是要下定决心 即使你是上班时间 边准备边念书的人 就是虽然说一定会很累 但是就是变成说你可能 自己稍微要规划 一定要规划一下时间 因为其实我原本一开始 从今年开始 我是从110年的1月开始请假 那我原本是预计请到6月 然后就是从1月开始准备考试 因为他考试是5月 所以我们打算我从1月开始准备到5月 这样一定够 可是我一开始 其实我准备的方向是综合行政 但是我后来 我念了一个月的综合行政的科目之后 我发现就是我真的完全不行 所以我是在2月的时候才决定 转考配电 因为我评估过后就觉得说 我自己还是比较偏向是我 那个理科的脑袋 所以我想说还是学 要选择考那种计算 比较偏多的那个部分的话 我是比较把握 因为我背那些综合行政的东西 我背到后来其实我都不杀杀 然后也都忘光光 所以我2月才决定转考配电 那第一个就除了是上榜率 因为其实真的配电的 配电新路维护的上榜率 其实真的是偏高 那跟综合行政相比的话 其实他的上榜几率 其实差了快100倍 所以我评估过后觉得说 我是一定要上的 而且我的时间其实也蛮紧迫的 所以我想说我是选择 几率高 而且是我比较拿手 然后再来就是 我比较能去掌握 就是他的一个难易度的科目去考试 所以这次才就是很顺利有上榜 那之后因为他国营事业的话 他是第一阶段考完之后 他还有第二阶段 那第二阶段的富士 体力其实不难 真的不难 因为如果是正常有在 可能小小运动 或者是身材不会说太夸张的 或者是有些疾病的话 基本上一般人一定都可以过 那富士的话 他就是除了提示跟面试 那面试就是 其实面试 因为台电他会给你一个履历表 那就是照履历表上面去写 写完之后 其实我是会建议说 你写完之后 你可以自己想 从你的简历里面 去挑你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 去讲 去想成一段自我介绍 然后跟评审员讲 因为他口试其实 比较难准备的是因为 口试 他主要就是看当时 评审人员的现场 看完你的履历之后 随时随机想的问题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准备方向 那主要就是自己想好 自己的自我介绍就好 然后他会从你的简历挑 大概两三到四个问题去问 那就是其实就真的就是像 因为其实三明台有提供一些 准备口试的方向 其实就真的是照你可以 回答的东西去回答 不用过度夸大 然后也不用说过度谦虚 就是要有自信 就觉得说我觉得这样讲是OK 那只要不要踩到几个地雷点 其实基本上回答都算是OK 那他最后口试 口试最后会再问三个 变血的问题 那这个可能就是 因为考完是 因为第一阶段结束之后 到第二阶段 他其实会有一段时间的空档 所以说可能你要在准备 第二阶段之前 可能要稍微去复习一下 之前电学的东西